北朝鮮在十月十號當天 舉行了勞動黨建黨七十五週年 的紀念相關活動 同時也在閱兵儀式上公開了 兩款大尺寸的新型洲際飛彈 還有潛射彈道飛彈 讓外界看傻眼 好這樣的行為是為何呢 用意是什麼呢 有專家就分析說 其實這個新的洲際彈道飛彈 射程可以直達到美國華府到紐約 這個威力恐怕比中國 或者是俄羅斯的 都還要厲害 好但是南韓另外有專家表示 目前還是沒有辦法輕易判定 因為平壤這回展示的 可能是實彈 但也有可能是模型彈 平壤當局除了破天荒的 在午夜來進行閱兵 另外領導人金正恩 他還在閱兵臺上 因為有感愧對人民 而直接哽咽落淚 不過由於北朝鮮的前領導人 包含金日成或者是金正日 從來都沒有在閱兵儀式上 這樣子掉眼淚 金正恩罕見的熱淚盈眶 不但讓臺下所有的軍民 也哭成一片 那麼也讓他再度成為外國媒體的焦點 我們今天帶來看到現場是在上個月底 爆發新一輪戰事的中亞國家 分別是亞美尼亞還有亞塞敗然 不過之前算說俄羅斯當局進行了調停 雙方都同意停火 但沒有想到這個協議才剛剛生效不久 又再度爆發衝突了 好現在兩個國家互相指責對方違反了停火協議 率先發動攻擊 那麼其中亞塞敗然稱說 他們的第二大城市 戰甲呢 是遭到對方的這個軍機空襲 造成至少九人不幸死亡 還有三十四個人因此受傷 因為似乎有人是習以為常了 在俄羅斯最近剛剛結束的高加索 二零二零大規模軍演當中 有一名電視臺的記者 他這個身後不遠的地方 有數十枚的導彈齊發 但是我們畫面上還是可以看到他 雖然這個情緒比較激動 可是他還是可以淡定的報導 就引發網友的關注 那麼這名記者也因此爆紅了 不過類似的場景 對於俄羅斯的軍事記者來說 可以說真的是加長 盲便飯 有的記者甚至表示 看導彈飛彈的發射 比他們看電影的次數還要頻繁 星期天上街示威抗議 在八月份的總統大選 出現了舞弊的行為 他們要求現任的總統 盧卡申科要下臺 那麼光是在首都明斯克 就估計有多達十萬人參加 那麼警方呢 則是出動了包含催流瓦斯 閃光彈還有水泡青草 這麼多群眾呢 警方就祭出了橘色的水柱 用以來標示 哪些群眾有上街示威的 那麼最後有數十人遭到逮捕 當中也包含了三十五名的國內外記者 被拘留下來 在上個星期國慶典禮的時候 總統蔡英文才向對話 這個對岸喊話說 願意和平的對談 但是中國呢 不管是從當局到官方媒體 顯然都不當一回事 像是環球時報的總編輯胡錫進 他最新就PO文指一說 蔡總統當天的軟化 是別有用心 他還支持解放軍隨時對臺灣開火 那麼另外中共解放軍也表示 從明天開始一連五天 要在福建省漳州的古雷半島一帶 進行為期四天的實彈演習 中國除了在這個軍事武力上 對於臺灣進行威脅之外呢 我們直接帶來看看 還有不斷的這個文工 或是讓我們穿小鞋等等 好像是最新這個屏東縣方寮的 鄉鎮顧問李孟居 他在去年八月份前往香港 來聲援反送中運動 接著他還到深圳來拍攝 武警的操練畫面 不過他在離境之前呢 被中國逮捕了 當局指稱他是間諜 還逼迫他在中國的央視 一個臺諜的專題節目當中 公開的對著鏡頭說 我自己對不起祖國 甚至他還在這個影片當中呢 說他是被方寮鄉 鄉長陳雅玲給騙去香港的 不過對此呢 陳雅玲反批 這是中國一貫的分化劑量 台代表穆姆德 他大戰這個索馬利蘭 是非洲民主的模範生 三天這個確診病例已經從六百萬 標迫到七百萬 快要超越美國成為全球最嚴重疫區 根據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最新統計 印度感染武漢肺炎的人數 已經逼近了七百零五萬四千人 相差全國染病最多的美國 現在只剩下七十二萬人的差距了 那麼雖然印度官方說 我們的疫情傳播速度 也稍稍減緩了 但是由於從十月中旬以來 印度所謂的三大重要節日 分別是九夜節 時聖節 還有排登節都要陸續登場了 那麼印度人又很習慣 要群聚在一起來過節日 也替防疫帶來了嚴峻的挑戰 武漢國現在難道出現了 本土的案例了嗎 山東省青島市 有一間專門收治 境外移入病患的醫院 今天通報新增了九個人確診 那麼當局緊急的針對青島市 要展開普篩 計畫在五天之內要完成 播的疫情好像再起來了 現在各國在研發武漢肺炎 這個相關的疫苗的進度上 都在比快 甚至網路上 也有組織號召健康的年輕人 大家一起來當白老鼠 自願冒著風險來接受疫苗的實驗 那麼參加的人還真的不少 年輕人心懷理想想要救世界 不過對醫學界來說 這種所謂的人體挑戰實驗計畫 是抱持著不同的看法 貓咪隨處可見 但是受到武漢肺炎疫情的影響 大家減少外出 很多人又失業了 連自己都養不活 還養貓呢 那麼現在接貓 沒有人照顧 跟著三餐不計 也成為疫情之下意外的受在乎 慵懶地躺著曬太陽 大搖大白走過牆頭 趴在人類腿上討食 土耳其伊斯坦堡 就如同一座被苗青人統治的城市 但肺炎病毒來襲 上令關門 民眾減少外出 少了公平罐罐 這些主子們也難得餓到面黃棘手 市長帶頭當貓奴 呼籲蠶使官善盡職責 遊民眾甚至每天花上一個半小時 巡迴各條街道 為住家附近的苗青人定期放飯 這個微貓的志工團體 成員大約二十人 當中甚至有人 因為疫情被裁員 根本沒有收入 還掏出存款來付飼料錢 但在此同時 也有許多人丟了工作 連自己都養不活 因此將家中貓狗丟到街上 任牠們自生自滅 人讓動物大幅增加 當地動物招呼中心 一天最多會接到八十多件病例 數量比疫情爆發之前多上許多 大批受傷生病的流浪貓 被熱心民眾送來治療 讓收音忙到團團轉 早上9時開始 晚上9時開始 不斷的工作 這件事很濃郁 我們可以進行的資料 我們可以進行的資料 我希望我們前面 我希望再次做一件事 我為父母的 我看到雞春海大幅 我沒有看到雞春海大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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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家沒有分別 每件事都要分享 沒有分別 沒有分別 分享 總共有更多 肥因病毒 除人類外 連動物都被害到 明日新聞 我們怎麼回到 那麼肺炎的病毒 究竟有多恐怖呢 根據澳洲的最新研究發現 病毒在磨一些物品的表面 像是手機螢幕 紙鈔等等 最高可以存活二十八天 實驗結果也顯示 若是在攝氏二十度的室溫環境之下 流行性感冒病毒 只可以存活十七天 那麼除非溫度超過攝氏四十度 武漢肺炎的病毒 傳染性會在二十四個鐘頭之內消失 我們臺灣的感染科專家醫師黃立民 他也警告 千萬真的不能掉以輕心 鋼琴神童我們帶來看 法國有名小男生 他從一歲的時候就開始玩鋼琴 因為父母發現 只要是他聽過的任何旋律 都可以準確的這個彈出旋律 那麼他今年也才六歲 在國際的音樂演奏家大賽 已經拿下了兩項大獎 還被邀請到莫扎特的出生地 奧地薩爾斯堡表演 還有電競市場規模不斷的擴大 同時也生出各種的商機 那麼今年五月份 在日本大阪就新開幕了一間 以電競為主題的飯店 裡頭設置了各種最新的配備 讓入住的玩家 可以盡情的享受遊戲的樂趣 那麼除此之外 還有企業開設了專門給銀髮族使用的遊戲空間 讓阿公阿嬤從零開始 可以體驗到這個遊戲世界的魅力 不過最近難民裡頭開始舉辦了瑜伽課程 希望讓這些難民即使身處在困境之中 也可以透過瑜伽運動來平靜心靈 美國兩位研究拍賣理論的學者共同獲得 我們這一套理論精準定義了各種的拍賣形式 可謂造福全球 更多的國際新聞請您持續在明天晚上八點鐘 鎖定一為二台灣台 我是劉芳慈 我們再會 採訪 逐漢 我們先來 我們先去 我們先去